大家好 我是大木 大家好 我是慌慌 我们是肉食动物 大木 我发现最近网上出现了很多种文学 什么废话文学 发疯文学 戈登文学 对吧 我最近又听说一个 叫揭画文学 就是你一句我一句 我们揭龙讲故事的这种文学形式 这也太弱师了 挺好玩的 这样我们现场玩一下 我们讲一个龟兔赛跑的故事 有一天 小乌龟和小白兔决定举行一场赛跑比赛 但是因为疫情 比赛取消了 直接又结束了是吗 有推进有发展的 有一天 小乌龟和小白兔决定举行一场赛跑比赛 终点设在麻辣兔头旗舰店 这就是兔子人生的终点了吧 揭画文学 你好好揭 好吧 有一天 小乌龟和小白兔决定举行一场赛跑比赛 裁判哈到过去过去 发领枪 砰 打中小兔子 就这只兔子 他必须死是吗 带回家吧 你还跟着 别画了 看见了是吗 没有 这种故事太简单了 我们今天讲点刺激的 比如说恐怖故事 恐怖故事 正好前两天听了一个 说有一个人在一个冬天 他下班回家的时候被打晕了 当他醒来的时候 发现残忍的绑匪 把他绑在一个满是冰的浴缸里 他被绑架了 然后乌龟和兔子来营救他 没有乌龟和兔子了 就讲这个恐怖故事 接话文学 一人一句 在一个下着雪的夜晚 我下班回家 走在一条阴暗的小路上 走着走着 安全的到家了 又让你干结束了呀 剧情推进 好吧 就在这时 我的身后 传来了危险的声音 倒车请注意 倒车请注意 倒车 倒个车而已 不是很危险好吗 这个声音 是我们平时听到 就会浑身难受的声音 回来加班 这也太难受了吧 太难受了呀 你要的 这个声音 是钢管拖地的声音 拖着钢管的 是钢管吴老师 钢管吴老师太敬业了吧 下班拎管回家吗 居家办公呀 好好讲 就在这时 我头上挨了一棍 没事 又挨了一棍 没事 又挨了一棍 没事 打地鼠了是吗 就挨了一棍 好吧 就在这时 我头上挨了一棍 我回头大喊 没吃饭呀 我也太喜欢被打了吧 我被打晕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在 高老庄 穿越了 穿越了好吗 当我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浴缸里 浴缸里是满满的一缸 开水 真拿我当猪啊 浴缸里是满满的一缸 冰奶茶 拿我当真猪是吧 够了好吗 就在这时 我猛的一抬头 发现对面的墙上 写了点的写满的大字 第二倍半价 我们从奶茶店里出来好不好 我被困在满是冰的浴缸里 瑟瑟发抖 我被五花大绑着 绑着你大把的五花肉 你是准备做红烧肉是吗 我的嘴也被堵住了 塞满了葱 蒜 毛巾 毛巾好吧 突然 玉莲被猛的一把拉开 一个陌生的男人 苏东坡 这就是准备做红烧肉吧 猪和珍猪你选一个 都不选啊 进来的应该是绑匪 他 他是一个带着领结的变态 一个只带着领结的变态 只带着领结 他是不是也太奇怪了吧 我仔细一看 发现他的额头上 闻着杀手的英文 N K P I KULER KULER 好吗 突然 绑匪一把扯下了我嘴里的毛巾 换上了葱姜蒜 让苏东坡离远点好不好 绑匪拨出了你老爸的电话 我大声求救 喊到 啾啾溜 绑匪是绑我回来加班的嘛 绑匪开出了囚件 赶紧准备赎金吧 一百块 太少了 要一百万 赶紧准备赎金吧 七十五万四千三百八十二 不是一百万吗 依法纳税 你这个时候知道手法了是吗 黄匪继续说到 交易地点就在 澡堂 澡堂也太奇怪了吧 哎呦怎么找你啊 带着凌桀呢 弄了呀 谢谢老娘 谢谢老娘